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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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反制措施 那么也有这个消息表明 这个中美两国政府你实际上呢已经在开始沟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除了这个340亿美元 或者是这个160亿美元整个500亿美元这个征税实施以后 那么2000亿美元的征税呢应该在8月份开始 所以呢给双方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那么我们看这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看看这个中美贸易战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本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普京以后呢 在这个美国媒体认起了轩然大波可以这样讲 那么这种议论呢一直持续到今天 那么主要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对于这个俄罗斯干涉 这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件事呢 他倾向于相信俄罗斯的说法 这在美国呢特别是这个中情局局长 那个布伦南明确的说的这是特朗普 这是一种这个叛国的行为 就是说这里边那个就是可以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特朗普会见普京 本来是缓和美俄关系的一件好事 为什么在美国 为什么在美国媒体或者美国政府当中 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 这主要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呢 长期以来比如说这个乌克兰也好 包括这个叙利亚也好 包括这个前一段发酵的 这个对这个英国的谍报人员吧 这个下毒也好 总统就很多事情呢 这个都是在美国政府的批评之下 那么呢特朗普呢和普京会面 没有对这些事进行批评 反而呢好像是站在这个普京的一边 因此这个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弹 那对于特朗普来讲呢 面对国内这么激烈的批评 并没有收敛他向这个普京示好的意图 那么呢他在昨天就宣布 也准备邀请普京呢 第二次这个 就进行第二次见面 邀请普京访问美国 我们观察这个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比如说这个2017年 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 那么呢在这个前不久 与这个金正恩的会面 这个以及呢这个在打击这个伊斯兰国 那现在伊斯兰国基本处于被灭的状态下 就是说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 所以这个我觉得特朗普呢 还是做了一些事 当然了对于这个美俄关系呢 其实是需要法国 因为在这个叙利亚 虽然这个美国和苏利 和这个俄国呢 都是支持打击伊斯兰国 但是支持的对象不同 那么那个伊斯兰 那个俄罗斯呢 支持的是阿萨特政府 那么这个美国支持的是阿萨特的反对派 那么很多这个媒体在这个评论 美俄关系的时候 就认为呢在叙利亚的问题上 美俄可能直接发生冲突 所以呢我觉得克朗普与普京的会面 这个有助于这个缓和这个美俄之间的 这种紧张关系 当然了这个对于俄罗斯的一些做法 其实欧盟也好 这个西方世界也好 一直是这个持这个激烈的批评态度 但是呢大整体上来看呢 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 还是有利于这个世界和平 那么看看这个普京能不能成行 第二次这个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虽然这个世界杯 这个已经这个落幕 但是呢对于世界杯的议论呢 也是一直持续了一周 这里边最主要的是对这个克罗地亚 因为这个法国队夺冠呢 这是就是说意料之中 这是水平在那 那克罗地亚这个夺取亚金呢 确实不容易 那为什么克罗地亚 反而这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呢 这是底边因为就是说 这个熟悉历史就可能都知道 这个前南斯拉夫分裂成三个国家 其中有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和这个博黑 那么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 曾经发生过战争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克罗地亚是在一个战争的状态下 一直是多年战争一个状态下 那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克罗地亚队呢 还是这个夺取了这个亚军 确实很不容易 而且这个据报道呢 克罗地亚队的一些这个队员呢 都是这个在废墟当中 在这个废弃的城市当中 那么把这个足球呢 当作唯一的这种这个娱乐 所以呢 走到现在呢 是这个非常不容易 而且这个令人敬佩的是 这个按照这个世界杯这个规定 那获得亚军队呢 他们获得了两千 大约两千五百 两千五百欧元的这个奖励 那么这个队呢 把这个奖励捐给了克罗地亚的一个 儿童基金 为什么赚给这个儿童基金呢 因为这个克罗地亚虽然有一千八百里的海岸线 那很多孩子呢 终生的都没有看过这个大海 所以他们把这笔 把这笔钱捐出来 这个这个让这个更多的儿童 克罗地亚儿童呢 能够看到大海 这个克罗地亚呢 才四百五十万人口 那面积就更小 所以呢 这个当这个媒体在这个注意 或者报道 克罗地亚这个球队一些事的时候呢 这个其实呢 让这个中国的球迷也好 或者中国的足球也好 有很多的反思 就是克罗地亚 这种顽强的精神 或者这种这个具有爱心的意语 是不是值得这个中国足球 这个学习 那么好 那个今天呢 就谈到这儿